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来分享上帝的话语 我们下个礼拜天 二十五号就是圣诞节了 圣诞节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节目 就是很多教会都有很多的节目 是欢庆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 全世界都在庆祝 圣诞节我们都知道 它不只是一个活动 是一个让我们消费 买东西 吃喝 玩乐的日子 而是我们要为耶稣基督的降生 成为我们的救主 让我们重生 拥有永恒的生命而欢乐 所以在这个体现之下 我们除了 我们明白耶稣基督降生 使到所有信靠祂的人得救 那么我们也要明白 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 为我们的罪 他付上这个生命的代价 让我们有这个重生 我们的生命能够从头再来 这样子我们明白这个重生的意义 还有这个价值 我们来庆祝这个圣诞节 更加的正确 还有更加的有意义 因为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这个真理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生命 但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内涵和结极都不一样 那么怎样的生命才是一个完美的生命呢 才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呢 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关于重生的生命 我们先低头祷告 亲爱的上帝 我们感谢赞美祢 我们感谢祢 降生在这个世界 使到我们信靠祢 我们有重生的生命 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主要说我们谢谢祢的爱 我们把今晚整个机会完全恭敬地交托 求上帝亲自地释放祢的话语 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得到造就 得到帮助 得到兼顾 在跟随祢的这个十字架道路上 谢谢祢 奉耶稣的名祷告 我们先来读这个经文先 耶和福音三章一到十五节 有一个法利塞人 名叫尼哥迪姆 是犹太人的官 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 拉比 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 因为你所行的神迹 若没有神同在 无人能行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终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尼哥迪姆说 人已经老了 如何能重生呢 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 你不要以为稀奇 风随着意思说 吹 你听见风的响声 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尼哥迪姆问他说 怎能有这事呢 耶稣回答说 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 你不明白这事吗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 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 你们却不灵受我们的见证 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 你们尚且不信 懦唆天上的事 如何能信呢 除了从天降下 人就在天的人子 没有人升过天 摩西在空也怎样起舍 人子也必照样被起起来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阿们 所以在第一节 再到第四节这里 有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就是重生的必要 重生的必要 我们先来看第一节 他讲到有一个法利塞人 名叫尼克蒂姆 是犹太人的官 那么这个人晚上 就是夜里来见耶稣 说拉比 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 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 因为你所行的神迹 如果没有神的同在 无人能行 所以他知道 他认识耶稣 因为耶稣所行的神迹 他都有 他晓得 所以第三节 耶稣就回答 他说 我世世代代的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那么尼克蒂姆 这个时候 他就迷惑了 人老了 怎样重生 岂能够从妈妈 就是母妇的肚子 再生出来吗 那么我们知道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重生 因为我们人类的主线亚当 犯了罪 在整个生命的延续的过程当中 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恶的本性 因此也跟神隔绝了 我们失去了神同在的永恒的生命 那么在耶稣的服事当中 我们会常常看到 耶稣在一起的对象 都是税吏 一些罪人 一些病人 现在我们现在看到 一个有钱有势的人 就是这个尼克蒂姆 他来找耶稣 圣经记载 他是法利塞人 法利塞人 他是犹太人当中 他们遵守 严格的遵守 那个立法的疫情人 那么这个尼克蒂姆 他也是犹太人的官 是一个官来的 他是公会的一个成员 那么当时公会的成员 那个公会是犹太人的高等法庭 那么他们是专门处理宗教事务的 那么如果我们读到 约翰福音十九章第三十九节 当耶稣被钉死后 他买了大概一百斤的墨药跟神香 做成香膏来包裹耶稣的遗体 所以这个只有有钱人 才能够这样子的做 因为那个墨药跟神香是蛮贵的 那个时候 所以在这里 这个尼克蒂姆 就是他听了 他知道耶稣行的神迹 如果没有神的同在 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来找耶稣 就是要明白这个原因 因为他的身份是非常特殊 所以他只好晚上 才来见他 所以耶稣在这里就以这个重生来启迪他 就是来开启他的心窍 向他教导这个属灵的这个真理 那么重生有三个不同的意思 第一个就是从头开始 完全改变 那么第二个意思就是第二次的意思 第三就是从上头 就是天上从上头而来 那么接下来我们 再来了解这个重生 重生就是生命经历一次的改变跟更新 就是我们的生命完全不一样了 就好像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若有人在基督里 就是已过一切都变成新鸟的 新的了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经文 那么重生也就是说 再出生一次 从此这个人的生命 他的性情 他的思想 他的意志 他的兴趣 他人生所追求的 所期待的 所盼望的 跟以前不再一样了 那么这里所指的这个生命 是一种的属灵上的一种变化 不是说我们已经变了另外一个人 我们过去的记忆 思想 情感已经消失了 不再了 不是 我们还是 我还是我 只是我们生命里面 内在的一切已经改变了 不像以前一样 活在罪恶的捆绑当中 被魔鬼撒旦 被邪灵的势力所控制 还有被这个世界的教导 还有这个风俗习惯所迷惑 那么重生 在整个过程当中 这个经历 不是我们人自己能够做到的 是来自上帝的恩典跟能力 也就是说 神上帝在人的心里 成就更新我们的生命 那么这个重生 不是肉体的诞生 因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是属灵的 不是属血气的 而且重生是要上帝的灵 介入我们的生命 我们才能够重生 所以 那个弟母 他听了他不明白 所以他就问耶稣说 人老了 怎样重生 他想象不到 所以耶稣就继续的来教导他 我们来看第二点 重生的条件 我们读经 我们读经 耶稣福音3章5到7节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 我说 你们必须重生 你不要以为稀奇 这里第五节讲到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 就不能进神的国 那么水和圣灵 在希腊文里面 我们可以解释 水既是圣灵 就是水就是圣灵 在第五节 这里表明 这个是圣灵的捷径 是圣灵的改变 是指灵性上的一种洗礼 所以水和圣灵 生的意思是指圣灵的功用 好像水的功用一样 水的功用就是可以洗掉 肮脏 洁净一些污秘的东西 而圣灵的功用 就是洁净这些人的罪恶 这一些洁净的功能 这些的效果 只会发生在真正悔改的人 而且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身上 我们来看这个以西节第36章 24节那里 以西节书36章24到27节 我必从各国收起你们 从列班积极你们 引导你们归回本地 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洁净了 我要洁净你们 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水 弃掉一切的偶像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星星 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 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食心 赐给你们肉心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使你们顺从我的利力 谨守 遵行我的典章 所以我们从这个以西节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 在第25节讲到 就是用清水洒在你们的身上 你们就洁净了 所以耶稣就在这里 向这个尼格迪姆做这样子的教导 他引用这个旧约的经文 来向这个尼格迪姆说明清楚 那么又讲到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 在哥利多前书二章十四节 也是有讲到 人如果没有重生 就不能够明白神国里面奥秘的事 我们可能我们可以多读一些书 多受一些交易 那么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善事 还是自我更新 自我改进 就是说新的一年要到了 我去年比较懒惰 我去年没有做什么善事 我去年的脾气没有什么改 我们立下一个心知 就是自己来提升我们自己的 自我的改变 但是我们无论怎样做 都不能够使到我们进入上帝的国 因为这个是一个生命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没有重生 我们没有属神的生命 我们就不能够进神的国 我们也不能够明白 这个上帝的奥秘啊 所以 在这个第六节讲到 从肉身的就是肉身 从灵身的就是灵 这个就是讲到肉身的就是肉身 就是人跟神的一种的差别 有吗 大家看到吗 肉身的就是肉身 从灵身的就是灵 我们感谢上帝啊 我们已经重生了 我们是从灵而生的 那么我们也能够看见神的国 我们也能够进入永恒上帝的国度当中 当有一天我们离开的时候 我们是从父母而生的 每个人都是啦 所以我们有了这个亚当的罪性啊 所以在罗马书保罗写得非常的清楚啊 如果你看罗马书的时候 他说在肉体当中是没有良善的 那么耶稣也在马可福音啊 第十章十八节说 除了神以外 再没有良善的 就是人的那个罪恶的本性啊 是以生寄来的 所以当一个人啊 他有罪恶的本性 他没有良善啊 他当然是不能够进上帝的国啊 何况我们人啊 就充满了很多的败坏啦 诡诈啦 罪恶啦 那么在这里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重生啊 就是再生一次啊 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 也就是在第六节所讲的 就是从灵生的就是灵啊 也可以说是从上头生的 从那个神生的 那么如果我们的生命啊 没有重生啊 不只是现在我们看不见神的国 上帝的国 我们将来啊 也不能够进入神的国 今天早上 师母打一个电话给我 就是东甲有一个姐妹啊 去来到麻坡的安老院啊 像一位住在里面的弟兄传福音啊 那么他有带领她节制啦 当我去到那边我了解的时候 那么我去是要来帮助她 回答她的问题啊 因为以前她是信仰别个啊 就是 还 没有听过福音啦 还不认识耶稣啦 那么我们谈了蛮久一下 最后她说 原来她以前信的喔 她是要一直念的啊 口要一直念啊 念了才能够去到那个美好的地方啊 她本身是 末期癌症啦 69岁 她很辛苦啊 她身上有两个尿袋 一个是大号 一个小号的 因为她前列腺癌已经跨山了 所以她很痛苦 那么 那么我们感恩啊这个姐妹啊 从东甲在的一个朋友来探望她 也跟她传福音啦 她也信主了 但是她还有一些的问题啦 所以喔 她听了 这样容易吗 信耶稣啊 就能够有平安 能够上天堂 我说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她以前信的是人来的 人成为一个教主 那么 而且啊 她信的还要 嘴巴要念的咧 念什么我就这里不讲到太清楚啦 我以前啊 93年啊 30岁我记得非常清楚啊 我念七天啊 一天一天念十多个小说 在一个屋子里面啊 跟着大家啊 一直在那边念啊 走来走去 念了累了就坐住 一天念十多个小时 是所谓的灵修啊 在修行啊 这个东西我学过我知道了 所以 我跟她讲 因为那个是教主 她教你怎样做 你病痛当中 你怎样去 身体都很辛苦了 你怎样嘴巴一直念念念念念那个口号啊 信耶稣不用的 信耶稣啊 只要你 认罪悔改 你心里面相信 你口里承认 我们在安排了 我跟她讲要走的时候 安排跟她上洗礼课 要跟她洗礼 所以 信耶稣就是这样子的 她今天她已经重生了 非常感谢上帝啊 她讲的时候 她的痛苦 我们听了 心里面都很酸啊 我们都知道 默契癌症 是非常辛苦的 但是感谢上帝的恩典 临到她的生命当中 透过 大家来使到她 认识了这个 怎么有这事呢 耶稣回答说 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 还不明白 这事吗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我们所说的 是我们知道的 我们所见证的 是我们所见过的 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 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 你们尚且不信 若说天上的事 怎 如何能信呢 圣灵 就像风一样 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看不见 我们摸不着 但是我们能够听到 他的声音啊 对 我们不知道那个风 是哪里来 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 他的存在 所以当圣灵进入 我们里面的时候啊 他就赐给我们 新的心 新的灵 使到我们里面 活过来 成为一个 新的人 有新的生命 才能够 使到一个人 有基本上的 一个改变 所以在我们 每个人的生命当中 重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 只有重生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里面 才会改变 有圣灵在我们 的里面 我们有属灵 属天的生命 我们才能够 看见 神的国 尼克蒂姆 他不明白 所以 在第九节 他说 怎能有这事呢 很多东西他不明白 但是耶稣在这里 在教导他 这个关系到属天 属灵的事情 如今就发生在地上了 耶稣这样子 在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在跟他教导 在跟他讲 那么就是 在 我们人 这里 如果我们的心里 我们不信 我们就不能够得着了 你看那个十二节 耶稣说 我对你说地上的事 你们尚且不信 如果说天上的事 如何能信呢 地上的事 就是指 这里所说的 重生 那么 天上的事 就是 说到 神的国度 完美 实现 的时候 如果我们 这个时刻 我们对耶稣 所讲的 这个重生的教导 我们都不信 那么 耶稣所讲 在天上 那个永恒的国度 更不用说了 我们更加的 不批去相信 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 生命当中 看到他 重生过后的 一个改变 我认识一个 牧师 他现在六十多岁 那么当我认识他的时候 我从他的见证当中 我知道 他十多岁的时候 他是 那个 一个流氓 所谓的七十年代的流氓 大家都知道 头发长长 那么穿一服 几粒柳寇 没有扭的 走路是 好像 很 很灰水那一种 他告诉我们 他出门 他带刀的 那个 牧阳 我们哈根的所讲的牧阳 这两个 就知道 跟我差不多年龄了 就知道 那个以前的牧阳 还有那边有很多 老公的 牧阳 但是我 认识他的时候 我完全看不出 他是 那些 流氓 社会党 看不出 为什么 因为他 认识了一个女孩子 那个女孩子 带他去教会 在那边 信了耶稣 信了耶稣 他就一直在教会 学习福祉 最后去神学院 那么最后他做了牧师 我长话短说 做了牧师 你知道吗 我是他其中一个栽培的神学生 我02年 他教会学习福祉的时候 他叫我去新加坡神学院 读两年 我走过后 我读完过后 他最少栽培五个神学生 五个传道人 那么他在六十出岁的时候 他也拿到这个教牧学博士 就是去神学院读书 所以 当我在准备这个信息 我在想 在祷告的时候 哇 真的神的灵 我们从 那十多岁的牌 变成一个博士 变成一个牧师 而且不只是这样 他是去 外国 外国 我不要讲哪一个国家 你们大概都懂 就是少数民族那里 做圣经老师教导的 教导 常年累业 一个人去 拿着一个杯 我问他为什么你一个人去 不方便 你去少数民族教导 那边的 警察 什么 会来干扰 会捉你的 他们不要外国的宪教师 去到那边 所以他一个人去 要跑 比较容易 他长期是这样的 因为 那个国家大家知道 什么国家会这样子对待 传道人先教导的 所以 真的我心里面 非常敬佩他 他的 重生过后 他的生命 他看的是神国度的事情 他本身也是在做 神国度的事情 我们去到贫穷的国家 少数民族的国家 我去过 危险条件很差的 真的是 不容易的 但是我们感谢神 他有神的恩典 在他的生命当中 这个就是一个人重生 我们可以从他的生命当中 看到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转变 Amen 好 我们来看最后一点 重生的仰望 我们读这些经文一下 耶和福音三章十三到十五节 除了从天降下乃就在天的人子 没有人生过天 摩西在空也怎样起舍 人子也必照样被起起来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在十三节这里讲 除了从天 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 没有人生过天 到底是讲什么呢 耶稣在这里 这里告诉我们 只有耶稣才有资格 向我们讲解天上的事情 并且 启示上帝的怜悯和慈爱的拯救 因为没有人能够自己升上天 在旧月我们知道 云祸跟以利 他们有升天 但是他们是被神 借上去 提上去的 不是自己神的 对呀 而且他们也没有回来过 去到天上就 没有再回来 那么我们在旧月圣经里面 我们有读到亚伯拉罕的事件 事情 亚伯拉罕的故事 所以亚伯拉罕所看见的天使 还有亚跟亚哥摔跤的天使 还有在这个 经济火焰中向摩西显现 耶和华的使者 还有耶稣亚所看见的大元帅 等等 这个都是神的显现 并且在完成地上的工作 地上的任务后 又回到天上去 虽然 耶稣 是 从天而降 但是他的心灵 他仍然在天上 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 就是 耶稣基督是超越一切空间的 在十四节讲到 摩西在旷野怎样几时 人子也必照样被挤起 我们看民宿记一下 我们就大概了解 为什么耶稣在这里 像尼克蒂姆 这样子的一个教导 民宿记 民宿记21章4到9节 他们从 河尔山起行 往红海那条路走 要绕过 以东地 百姓因这路难行 心中神事 烦躁 就 验属神和摩西 说 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 领出来 使我们死在 旷野呢 这里没有粮 没有水 我们的 可心 验恶这 淡泊的 食物 以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 蛇就咬他们 以色列人中 死了 许多 百姓 到摩西那里说 我们认识耶和华和你有罪了 求你祷告耶和华 叫这些蛇 离开我们 以色 摩西为百姓祷告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制造一条火蛇 过在竿子上 凡被咬的 欲望这蛇 就必得活 摩西并制造一条铜蛇 过在竿子上 凡被蛇咬的 欲望这铜蛇 就活了 所以 在这个 摩 神兴起摩西 带领以色列人 出埃及 不用做奴隶的整个过程当中 这个是他们在路上 他们出了埃及之后 他们经过那个旷野 在旷野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那个条件是 非常差 旷野 沙漠 所以他们就埋怨上帝 责怪这个摩西 带领以色列人 离开埃及 是要给他们美好的地方 迦南美地 牛奶隐秘之地 那个是非常好的 一个地方 但是 他们就在 福中不知福 遇到一些 挑战一些困苦 他们就埋怨 所以 上帝就让那个火蛇 在他们 中间 进入他们的中间 蛇咬他们 他们当时就 死了很多人 那么这些 以色列人就害怕了 就 叫摩西去祷告了 求上帝 怜悯 赦免 摩西向上帝祷告的时候 神就跟摩西讲 就是 你起起这个铜蛇 就是代表上帝的审判 在这个铜蛇当中 只要被蛇咬到的 你看看 汪汪 这个铜蛇 你就 不会死了 会活着了 所以在十四节 这里也讲到 人子也必样 被挤起来 表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的这个救赎 他这里的意思是这样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给我们所有人类的救赎 就是 人子也照样的被挤起来 因为 这里讲到 以色列人 因仰望同舌而得救 那么我们 因相信耶稣基督而重生 当我们得到重生 我们就有永恒的生命 永生的盼望 所以 这里说到的是 永生是用 耶稣的宝血换来的 就是耶稣基督降生 为我们的罪被钉死 在十字架上 那么他留下 他的宝血 使到我们的罪 能够得到赦免 并赐给我们 新的生命 让我们重生 所以 我们在这里 要带着一个 非常感恩的心 让我们能够 从这里 我们看到 我们庆祝 这个圣诞节 这个真正的意义 是在这里 我们感谢上帝 耶稣基督你降生 使到我们重生 那么我们来欢庆 我们来邀请朋友 我们也 很明确的知道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让他能够信靠耶稣基督 让他的生命能够重生 让他的生命有这个永恒的盼望 这个是 我们必须要强调的 因为我们来看 这个十五节 就是讲到 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 叫一切信他的 都得永生 主耶稣就是用 这样子的一个教导 来让尼克底姆明白 将一个人 重生的方法来指示他 他在这里 他也告诉 尼克底姆 摩西在旷野怎样挤蛇 人子也 照样被 挤起来 就是 这里所说的 叫一切信他的 都得永生 这个是上帝的慈爱 也是我们每个人 必须 警惕的 就是神要所有的人 都能够得到永生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亲戚 我们周遭的人 我们的左灵右舍 对呀 经文讲得非常清楚 让我们每个人 都有这个盼望 永生的盼望 因为 我们都知道 我们每个人在世界 在这个世上 时间是非常短的 但是在这个短善的人生当中 我们能够做一个永恒的决定 就是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永生 在我们有 圣的 有限的年日当中 我们可以做出这样子的一个 永生的一个决定 就是 这里所说的 信靠 让我们每个人都是 充满喜乐 充满盼望的 就好像今天早上 非常感恩 有一个姐妹可以从东甲来到 当中 来探望这个 癌症末期的这个老人家 非常感恩 我非常感动 她有这样子的爱心 好我们请诗琴来上来 我们来唱一首歌 我们来回应 转发声明